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无论是戏怒还是街拍风格 却总是走着少女人设早已经没有了新鲜感 如今她的灵气似乎都耗尽了 却还在扮少女 难免让人觉得是真硬 而反观同一场活动中 作为嘉宾主持的林志玲却格外亮眼 当晚一袭黑色晚礼服的她与雷佳音同主持晚宴 温暗大方 也不仅是颜值能打 身材曼妙 志玲姐姐当晚作为主持人的几次机智应对 也是让网友大呼高情商 说起来 从前几年的综艺节目花样姐姐起 小巴就彻彻底底 被志玲姐姐宣粉了 无论是颜值与情商还是智慧与胸怀 林志玲都近乎完美地表现了一个成熟女明星 一流的姿态 旅途中她每时每刻都在照顾每一个伙伴 温温柔柔的力量 让她身上流淌着浑然天成的熟女气息 众所周识 志玲姐姐一直以大著称 在当她年纪稍长后 她就再也不以少女自除 志玲姐姐说 她在管理好自己的同时 也接受时光和精力给自己带来的积淀与感 也娱乐圈的名利场上 与女明星而言 接受时光在自己脸上留下的痕迹 仿佛是一件难事 无数女明星宁愿选择强撑着人设 改掉年龄 脸上动真动刀 也不愿接受与自己年龄相符合的身份转变 但其实 这也并非都是小花们的问题 近几年 娱乐圈声台已然走向了一个极端 85号小花们都过了二厘之年 而影视剧本却大多依旧以傻白甜的校园剧为主 小花儿们角色受限 演技也难提升 难怪她们只能强行把这少女通稿 也应称着给自己多加几年青春了 希望影视行业能有更多精彩的 多样化的好剧本 也希望小花儿们都能好好修炼 成为演技与颜值俱佳的实力派演员啊